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微波炉已成为现代厨房不可或缺的电器 微加热和烹饪食物提供了便利和高效 然而在使用这个设备时,需要谨慎 因为并非所有食物都适合微波加热 今天我们将探讨食种食物类型 由于潜在危害和健康风险,绝不能放入微波炉中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这些食物有哪些吧 1.鸡蛋 将整颗鸡蛋放入微波炉是危险的 因为在微波加热过程中,鸡蛋内部会产生蒸气 导致压力不断增加,最终可能引起爆炸 对我们造成严重的危害 为了避免鸡蛋爆裂,如果需要在微波炉中加热鸡蛋 应该先将鸡蛋的外壳刺破,或将蛋液打散,以释放蒸气 2.薄皮水果 薄皮水果如葡萄、樱桃、番茄和浆果 不能放入微波炉,因为它们在微波加热过程中 会产生蒸气,导致压力寄举,最终可能引起爆炸 3.辣椒 辣椒素是辣椒的主要辣味成分 它在微波加热时会被释放到空气中 造成刺激和刺鼻的气味 当您打开微波炉取出加热的辣椒时 可能会吸入这些辣椒素 对于有呼吸道敏感的人,可能会引起呼吸问题 4.母乳 当母乳在微波炉中加热时,可能会产生热点 也就是一些区域比其他区域更加热 导致部分母乳变得过热 这会导致宝宝在喝母乳时 烫伤口腔 高温和不均匀加热 可能会破坏母乳中的一些重要营养成分 尤其是温敏性的抗体和酶 这些成分对宝宝的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至关重要 5.土豆 土豆内部含有较高的水分 当它们被加热时,水分会转化为蒸汽 由于土豆的外壳是密封的 蒸汽无法快速释放 而是寄居在土豆内部 随着蒸汽压力不断增加 当压力超过土豆外壳的承受能力时 土豆就可能发生爆炸 可能导致受伤或损坏微波炉 为了避免土豆爆炸 如果需要在微波炉中加热土豆 应该先将土豆的外壳刺破 或用刀切开 以释放蒸汽 同时可以将土豆切成小块 或在土豆表面戳孔 以帮助蒸汽释放,从而减少爆炸的风险 6.米饭 米饭中含有一种,称为牙包干菌的细菌 当米饭在室温下存放时 牙包干菌可能会释放出毒素 如果在微波炉中对米饭进行不充分的加热 细菌可能会继续繁殖 导致食物中毒 而且由于微波炉在加热过程中 可能导致食物内部温度不均匀 部分米饭可能会仍然保持在较低的温度 这也会增加细菌存活的风险 为了安全起见 如果您需要加热而剩余的米饭 最好将米饭转移到平底锅 或其他适合加热的容器中 在炉灶上用中火重新加热 确保将米饭彻底加热至适宜的温度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